6月12日歌手张亮颖一声小清新群装 亮在2014亚洲移动博览会 吸引了大批媒体的关注 现场粉丝的尖叫声更是不绝欲耳 我好久没有在上海唱歌了 所以特别开心 今天终于在这样一个很正式的大舞台上面 跟大家这个距离挺好的 被誉为知性俏佳人的张亮颖 现场就移动通信技术和音乐的关系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 让未来音乐制品发展变得更便捷简单 将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我期待的是第一时间大家都可以买到 因为大家知道实体需要运输 大家拿到音乐的这个会有很多的时差 然后另外的话 大家从看到新闻到最终拿到音乐 会隔非常长的时间 对于音乐的这个行业 我们需要更立体的包装 各个不同的渠道 让大家给音乐一个更立体的形象 来方便大家更多更快捷 更简单的更容易的得到这一些音乐内容 我觉得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必然的方向 此前张亮颖以歌手身份首次参与2014GANA电影节 现场有记者问及张亮颖在感受国际电影节氛围后 有否拍电影的计划 张亮颖表示自己还是希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音乐 我这次强调说我是以歌手的身份取杠 因为我也不希望模糊到 大家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要跑到电影去拍电影怎么样 其实还是没有这样的打算 我只是觉得歌手 我不希望大家觉得音乐是一个价值要低于电影 低于电视或者低于其他的娱乐 我会觉得他应该拥有相同的尊重 在现场张亮颖不但与歌迷互动 更是接连演唱了《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第七感三首歌曲 令在场粉丝大呼过瘾 每当张亮颖的歌声响起 歌迷们都会大声合唱 把现场的气氛一次次的推向高潮 走一场的人有多伤 远远走晚一生 等时流量 是否更多迷信 并非他们重要 只想在平淡中 听会爱的味道 终于等到你 眨眼要走过你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才算没有顾护自己 终于等到你 重返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 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 你就丁闯 现在你会感受着 不需要想象 以后我幻想的孤单流浪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 还无疑问爱情更多情感 只是说的已经是第一番模样 我希望永远是不会坚强 在最定道都有分为爱在每一天 生世全满眼 像不得预够变留缠绵 不会改变 爱 梦了 据悉 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由全球移动通信好业协会主办 代表着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利益与关注 联合了来自220个国家的近800家移动运营商 以及250多家更为广泛的移动产业链中的企业 我们下期见